叶会长 没看出来啊 兵队长 没看出来啊 兴致挺高啊 就这点爱好 让前副助长见笑了 我这听着怎么有点 沙场点兵的味道 我就说嘛 前副助长才是我的知音哪 被你说着了 有行动 有行动 这不刚闲下来喘口气 怎么着 处长又给你压担子了 不是压担子 是摘果子 摘果子 有那么好的事 是啊 处长啊 把网都下好了 就等我去抓人哪 这次啊 带的可是条大鱼 大鱼 有多大 时间来不及了 我要赶紧出发了 以后我再跟你细细说 你别着急啊 这样 我呢正好要去警署开个会 顺带 烧你一段 那怎么好意思啊 让你这么大一处长 给我当司机 这话说的 咱俩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这一路上你也可以跟我说说 到底是个多大的鱼 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把我这个胃口给吊的 是不是啊 走 行 那我就恭敬不如同意 来 来 好 谢了啊 老英 到时候吏乐跟我别忘了请客啊 一定一定 拜拜 拜拜 我又一点儿困了 那可不是吧 你忙去忙后跑了一天了 肯定累了 能不困吗 没事 你到那个沙滑上躺一会儿吧 休息一会儿 我不睡 你等一会儿得去紫禅山打枪呢 来得及 你现在不睡啊 一会儿开车还得犯困 多危险啊 你放心吧 一会儿我就叫醒你 然后我们就去紫禅山打枪 好不好 那好吧 我就睡十分钟 你记得喊醒我 放心吧 快去睡吧 你得喊我 对 我 就会让你改召 一会儿 说你 避典 你呗 你 从哪儿 可以 我 我 你 我 来 今天不是约定的见面时间 你怎么跑过来了 情况惊喜 费司星在中原医院布了个局 硬毗陀已经过去抓人了 来 坐下说 这么说 老马被带走 是费司星设下的圈头 目的是要骗邓远达出手救人 邓远达如果出手 他和老马就全都暴露了 所以我才赶紧过来 找你们商量啊 邓远达没有什么对敌经验 又联系不上我们 他很有可能上当的 阮兵熙 阮兵熙你睡了吧 广告 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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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圄 铭圄 假借探望的名义 提醒邓远达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不行 现在他们的目标是邓远达 你这个时候去探望 不符合逻辑 费司星是个老狐狸 你可千万别中了他的圈套 我去 爷 你去 对 之前我跟你提的计划 到该执行的时候了 计划 你是说 甲半丁胸部的未婚妻 没错 现在情况紧急 我们有两个同志 都有可能会牺牲 所以 这个时候我必须娶 我必须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接着 这是 你们 就 那 就 免得 我不能 为国家 还有 您 你 很 那 我 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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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老馬被捕是一個圈套 什麼 他 什麼都被說 聽我說 我現在是你的未婚妻 我們倆家是世交 知足未婚 剩下的事情隨即一遍 你想我嗎 達林 想啊 丁兄寶 你怎麼會在這兒啊 易隊長 你怎麼穿著白大褸啊 怎麼 走吧 像醫生嗎 不太像 少廢話 我問你你怎麼會在這兒 不是那個醫生讓我 沒事的時候多走動走動 說這樣有利於傷口的恢復 我就走著走著就 走到這兒了 你行了啊 管天管地還管別人走路了 鄭州的醫院 還不讓別人走動 這什麼破規矩啊 這位小姐 你是 我是誰 你管得著嗎 你又是誰啊 你有什麼資格來問我 不跟你們廢話 把這個小姐帶走 膽子挺大呀 大林 你放心吧 不是 他 他 我給你們五分鐘時間 把你們頭給我叫來 我倒是要看看 他是怎麼管教你們的 你們沒聽見我說話呀 一個狂暴粗野 一個裝龍作啞 劉長官致下的綏靖公署 就這副德行 這女的怎麼回事啊 我抓林雄波的時候 他倆都在場 我就把他倆都帶回來了 什麼背景啊 不知道啊 問他什麼都給你點回來 聽著這口氣大得喊 我給兄弟們都交代過了 沒有查明情況之前 一定不要動手 處長 我還是去沈靈雲波吧 這女的我看到她都頭痛 去吧 這兒交給我了 還有三分鐘 開門 是 處長 塊挺大啊 你就是這裡的處長 姓什麼 小姓費 費思青 那你說的算嗎 在這棟樓裏我説話 應該還沒有人敢不聽吧 那就最好了 現在我正式提出三點要求 第一 把我的手提包拿回來 立刻放給我 第二 誰把我帶來的 就把他帶來 當面跟我道歉 第三 請你立刻釋放我的未婚夫 來到這兒還這麼囂張 這位小姐 你提的前兩項要求我能理解 但是你這最後一項要求 我就不太明白了 看你一表人才的 沒想到也是個主腦子 你 這位小姐 您是人腦袋 請你明確地告訴我 你的未婚夫是誰啊 那你聽好了 他叫林雄波 林雄波 沒錯 你是他未婚妻 還沒出生呢 就只婦為婚 這還能有假 那小姐您是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啊 你要是什麼都不說的話 這件事情恐怕會很麻煩啊 我怕我說了 事大了 你會更麻煩 費莫不才 這肩膀還是擔過不少大事啊 真想知道 必須知道 那成 你把林雄波帶來 我必須當著他的面 再告訴你 好 好 您收到 你們照顧好這位小姐 不得無力 是 開門 不是 不是 我 還拿著把槍啊 不是 你聽我說 那個醫生嘛 他說讓我沒事的時候 就是多走動走動 就有利於這個 我的那個傷口的癒合 所以我走 行行行行行行行 走動走動拿把槍幹什麼 這個槍啊是這麼回事 這個軟兵心說 我以前經常帶他到那個紫禁山去打槍 對吧 他說著說著我就手癢癢了 然後他就說他去找那個孟大川去 借了這把槍 然後我們準備下午 我帶他去紫禁山打槍的 行行行 別圓了 我問你 你要是拿槍去打獵是不是 那你穿個睡衣幹嗎 不是 我們倆不還沒去嗎 他 他在房間困了 他先睡一會兒 我這不好長時間沒摸槍了嗎 我就想吃著這出來那個 走動走動的機會呢 熟悉熟悉這個槍的性能 要不然一會兒到紫禁山的時候 不熟悉這個槍的性能 怎麼那麼多丟臉呢在軟臂心面前 去去去去你少給我變 那你告訴我 那個女的是誰 這我還真不敢說 一會兒不行你問他吧 我要說了他肯定饒不了我 你說不說 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不是你你就是真崩了我 我我也我也不敢說 我真不敢說你 你你你你真的去問他吧 我我我不敢說 你這真 帶走 走啊 不是不是 我你你我我說的都是實話 我我沒騙你 我沒沒騙你易隊長 我我真沒騙你 沒有發現身份證件 沒有 不是 你去找這次 去查一下這趟車 重點查十五號寶箱 是 住長 他怎麼說 他一口咬定 說是按照醫生的交代 隨意在樓道裡走走 他身上的槍說是 他準備和軟兵心 到紫禁山練槍用的 隨便走走 就能走到你们的埋伏点 是啊 可是当时我抓她的时候 她正在楼道里 就被那个女人缠住了 我看情形不对 就带着人冲上去 把他们抓住她 这么说 你们还没有抓到 她动手的证据 就差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要不 我给她省点手段 算了吧 你不看看这桌上 摆的这些东西 一看这女的来头就不小 她说她是林雄波的未婚妻 在没有搞清楚她身份之前 绝对不许动手 是 这个女人随身带着 就两条黄鱼 这家庭厚啊 这两条黄鱼 都很可能只是人家的零用钱 光这盒胭脂 就不止两根黄鱼 这么一个小玩意 就不止两根黄鱼啊 这女的 这女的说她非要见到林雄波 才肯说 你这样 你就把他俩都带过来 我倒要看看这女的是哪路神仙 是 雄波 雄波 雄心 醒了 大川 你怎么在这儿 雄波呢 雄波他去哪儿了 他可能跟印队长回处理了吧 回处理 回处理干什么呀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骗我 你不要骗我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可能是协助调查 为什么又要调查呀 之前处长不都调查清楚了吗 说雄波是清白的 不行 我现在马上去我给明白 你等我 把钥匙给我 我给你一块回去 这位小姐 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现在能告诉我你是谁了吗 我姓叶 叶淑婷 上海来的 这次来郑州 就是为了跟林雄波完婚 雄波 这是你未婚妻 废处长 我说的话您不相信吗 难道我随便拉一个陌生人 说是我的未婚风吗 我 兄弟 我在问你呢 我们两家是市郊 我父亲和这个舒婷的父亲 就像亲兄弟一样 所以我们两个 从小是只妇为婚 青梅竹马 抗战爆发后 我们两家搬到了重庆 五年前 熊波的父母 在日军的轰炸中去世了 所以 他决心一定要为父母报仇 所以要从军 我父亲也是暗中帮助了他 让他去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去学习 再后来的事 废处长 您应该都知道吧 是 这过了这么多年 熊波记得还是很清楚啊 我得的不是选择性失忆吗 就是有些事情记得 有些事情不记得 这其实跟时间早晚是没有关系的 等 等会儿 什么 什么记得 什么不记得呀 熊波 你怎么了 为什么选择性失忆症是什么 是这样 前段日子吧 我去执行任务 后来被共军追杀 幸亏处长派监疫小分队把我给救了 从来以后呢 我就有些事情记得 有些事情不记得 医生说 是因为我头部受伤 患了失忆症 你头部受伤了 让我看看 哪受伤了 让我看看 没 没事 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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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行吗 听我说 你放开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骗你 我也是听映队长说的 明熊波拿着枪去救那个共产党 被埋伏的兄弟给抓住了 带回处理了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映队长 就是怕你又做什么不理智的事 所以让我留下来看着你 那枪是我给凶波的 因为我们两个约好了下午 要去紫金山拔船打墙 帮助他恢复记忆 这事你不都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帮他解释啊 那他为什么要去楼上 他听说楼上抓了共产党 他好奇 他就看看不行吗 和他一起被抓的 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什么女人啊 我哪知道 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女人 女人 不行 我跟那会儿去看看了 大川 你快开车带我去 英队长特意跟我说了 必须得这个事弄明白了 我才能把你送回去 明白吗 行 我自己去行了吧 你别跟着我 灵溪 算了 结婚的事往后放 你跟我回上海去治病 治好了 咱们俩在上海结婚 叶小姐啊 雄伯的这个病 我特意做了一下了解 像他这种失忆症呢 现在就算是在美国 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 治疗方法 只能依靠他自己 慢慢地恢复 更何况 他现在身上有伤 这个旅途太劳顿 好像不太适合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倒是出个解决的方法呀 你看 这个郑州呢 肯定是没有上海好 但是雄伯对这里 还很熟悉 这大夫也说了 留在这里 是对他这个记忆的恢复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依我看 最好还是留在郑州的好 只要能治好 留在哪儿无所谓 熊波 这件事 你可不能告诉我父亲啊 叶小姐 不知道令尊如何称呼啊 在上海哪里高救啊 什么高救啊 我父亲是做生意的 只不过 比别人做得大一点而已 他叫 我家父呢 特别讨厌家里人 用他的名头四处宣扬 所以等有机会 你自然会知道 熊波 你现在还没有 进叶家的门 这个规矩你应该不用守吧 他也不能说 你马上就要娶我了 你半条腿已经 迈入我们叶家了 当然要是我们家的规矩 既然叶小姐不同意 那你还是随她的意吧 对了 叶小姐是今天 刚刚下的火车吧 可不是吗 讨厌的火车 一路走 一路晚点 一点多钟才到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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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波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这叶小姐来 你怎么不去接一下呢 是我没有告诉她 我就是要搞个突然袭击 看看她身边 有没有其他的女人 这叶小姐的神通广大 真是令费某大开眼界呀 这叶小姐刚刚下火车 就直奔医院去了 我很好奇叶小姐 是怎么知道 凌熊波在医院的呢 这也算事啊 别说她了 给我半个小时 就算费处长 我也能查个底朝天 您信吗 信 信 我信 我信 叶小姐说的话我相信 不过这结婚可是件大事啊 这怎么也应该跟 凌熊波通通气吧 有什么好通气的 我都二十四了 还不结婚 我父亲的颜面何存呢 我叶家岂不成了 上海的大笑话 对 他定了就行 他定了就行 叶小姐 今天手下多有怠慢 我在这里正式向你道歉 对了 这是你的包 叶小姐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缺少什么 料你们也不敢动我的东西 为了表示歉意 我特意为你定了 郑州大饭店的房间 我让他们一会儿送您去休息 折腾一天了 早就应该送我回酒店了 是 厨长 凯备 你这身上有伤 我看你还是先回医院 他当然要跟我走了 我还有好多事 没跟他商量呢 对对对对 这结婚是大事啊 是应该好好商量商量 那好 那就送你们两个 一起去酒店 是 厨长 进 是 走啊 包 包老师长 处长 好 谢谢小姐 走吧 叶小姐 请 处长请 叶小姐 这是我们郑州最好的酒店 这间是我们郑州最好的客房 这就是最好的客房啊 是 我去江家住住吧 处长 您破费了 有什么可破费的 我走的时候自己会付钱的 我从来不占人家便宜 这叶小姐就说笑了啊 这区区一间客房 我费莫还是负担得起来 不过呢 这个中原战事激烈 郑州现在很不安全 对了 所以为了安全考虑 我派了些人留在这儿 专门来保护叶小姐的安全 随便吧 只要他们不进这间屋子 爱着哪儿着哪儿 我不管 好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的休息了 先行告辞 处长您慢走 好 大力 我都逛了一天了 给我放点水 我要洗个热水澡 好嘞 wyd 等一会儿 我认识 你个人 我认识 你是什么 他们哈哈 都 готов了 asan né 我 你这个队长也就可以不用干了 明白 明白 处长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俩离开我的视线 这样最好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么个女人 实在是太蹊跷了 是啊 不过今天从见面到说话 他们俩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没觉得所有关键性的话 都是这个女人在说 而林雄波只是在附和吗 这 这个我还没有察觉到 不 不过处长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 这林雄波干了我一年多的时间了 从来没跟我提过 她有未婚妻这档子事 这就算是她不喜欢父母之名 刻意隐瞒 可她不是失忆了吗 这近在咫尺的阮冰心她不记得 而这千里之外的这个未婚妻 她却记得一清二楚的 她不是得的选择性失忆吗 这个病的名字本身就荒唐透顶 什么叫选择性失忆啊 记得的就都记得了 这不记得的全都推到这个失忆上 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 处长 您分析的有道理 我预感我们这次遇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大鱼啊 毕端啊 把他们给我盯紧了 一旦发现他们有逃跑的迹象 立刻跟我抓捕 立刻作杀 都不许放过 是 还有 谁的面子都不许给 就算有人拿枪顶着你脑袋 你也给我坚持到我到为止 明白 我尽快回宫说 跟上海网媚插证了 这大上海坛姓叶的豪媚 有一个二十四岁还未出嫁的女儿 这个范围应该不会很大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好好好 那处长 那个马医生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记得您以前说过 如果林雄波有问题 那这个马医生就一定有问题 如果林雄波没问题 那这个马医生就一定没问题 那现在看来 这个林雄波 没问题 没问题 你觉得这个林雄波没问题啊 明白明白 我找个理由 把这个马医生先带起来再说 去那边去 去那边去 好了 房间安全了 但是电话不能打 总计可以监听 明白 那我就算得救了呗 还没有 现在饭店里有那么多的特务 在监视着我们 那怎么办 只能继续演下去了 等到合适的机会 我们在车里 你说这演戏吧 我 你怎么能想起来 冒出林雄波的未婚妻呢 你不知道 林雄波在这儿有女人啊 你这戏编的吧 连我这个专业演员 都觉得难以置戏 你知道吗 身为情报人员 我们跟敌人打交道的过程 就是在演戏 演员演砸了 顶多被观众虚几声 可是我们呢 我们要是演砸了 付出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还好 费思青相信我们的话了 你觉得刚才我演得怎么样 刚才你演的 还不错吧 不过你不要掉疫情心 费思青并没有相信我们 他留下特务 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不起啊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本来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完全可以不用冒险回来的 现在倒好 为了我这个冒牌特工 把你也困在这儿了 邓远达 自从你为了这个任务 让我向你开枪 从那一刻开始 我已经把你当成 自己真正的战友了 所以即使有一线希望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即使付出我自己的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你 你的意思是说 你之前压根就没把我当 当自己的战友是吗 行了你啊 不知好歹你 我就知道这上海滩的事 找施主任肯定没错 行 那我等你消息 好 来都来了 就进来说话吧 说吧 是不是 关于李勇波的事儿 李勇波在哪儿 你为什么说话 又把他抓起来 你吼什么吼 这是在办公室 丫头啊 我跟你父亲 还有你李勇波 我们的是八败之交 你父亲的死 那也是为了救我们兄弟几个 他把你托付给我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女儿看待 我又怎么会害你呢 你难道就那么不相信你废叔叔吗 那你为什么又要把熊波藏起来 藏起来 不至于 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不适合跟他见面 为什么 丫头啊 我是实在是不忍心看你伤心啊 你说你对林熊波一往情深的 可是你知不知道 他早就有未婚妻了 未婚妻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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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家未婚妻都找上门来了 而且还是上海滩的豪门大小姐 她跟林熊波那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不可能啊 熊波怎么可能会有未婚妻呢 我跟熊波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从来都没有听她说过 黎叔叔 黎叔叔 你不会拿这个事骗我吧 林熊波从来没告诉过您 当然没有啊 这么大的事情 如果她说了我一定会记得的 我们两个说好了 我们两个下个月就要结婚的 负责了 崔叔叔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崔叔叔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啊 崔叔叔 碧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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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快来人 怎么样 醒了吗 没有 一直都没醒 可能是这段时间太累了 让她多睡一会儿吧 她跟林雄波的事 你都知道了 我也是刚听说的 冰星的性格比较内向 你说 他怎么就让林雄波这个混蛋 花言巧语给骗了 这一个情字 真是害人不浅哪 处长 有事你先去忙吧 我来照顾他 等他醒了 我再好好劝劝他 对了 等他醒了 你告诉他 林雄波和他未婚妻的事 我现在正在调查 一切都等有结果了以后再说 好 辛苦你了 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要不要我背变给你听啊 不用啊 你们当演员的 那么多台词都能记得下来 就这点家庭背景 你肯定不会忘了 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你太能编了 什么上海豪门小姐 什么你爹又是什么那个银行家 你 你太能编了 我觉得啊 等这次完成任务之后啊 你也别当什么那个特工了 跟我回文工团 当个编剧吧 行 我不单能当编剧 还能当演员呢 你从专业角度评价一下 我今天演得怎么样 演得太棒了 太逼真了 真的 那股子那个刁蛮劲 那个霸道 简直是唯妙唯肖 行了行了 不说了 早点休息吧 不说了